今天在下雨 外面所以一个是很吵 另外一个是很暗 没有天光了 因为乌云密布 然后我在家里找了一下 我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角度 所以我现在在找一个地方 有光的地方 然后刚才我就发现 这个地方有一个光 所以我们就干脆来聊一下 正常在家里拍摄 怎么样有一些简单的打光技巧 我也准备调一下 看看这个光 怎么样 所以我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窗户 大家看这边有一个窗户 这边有个窗户 所以我就打算用这边窗户的光 这个光还相对比较亮一点 但这个光不能用面光 因为我面光的话 面光是个主光 用面光的话 我在那边 这边没有什么背景 所以我要借这边的背景 借这边右边这里有窗帘的 一点点背景 至少你不会看到 这一整片白墙 弄好看一点 这个背景 好 背景呢 我们采访的时候经常也是会 我们采访的时候经常也是会 给这个采访都要选一个背景 大部分呢 你要选一个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就是说相对比较规则 一个比较素的背景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素 就是完全没有东西 你要有一个 我们先调完光 等一下再来讲 好 我们现在 所以我打算用它这边的这个光做轮廓光 那我的构图就要变成这样 那我的构图就要变成这样 然后我的面要从这里 所以因为我这个年纪太大了 这个脸的轮廓这边会看到很多 然后这边会看到很多 各个大的东西 所以你的轮廓光就不能打到这边 打到这边 你的人脸就非常难看 然后你要再往侧 然后让它有一点 有一个亮边 然后你在这边再补一个光 一般其实很多最简单的打光 当然最简单是一个灯 然后就如果你有什么反光板 什么弄一下 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个轮廓光 其实是一个背上的一个光 在你背后 但是又再靠上一点的光 这样的话 它能把你的轮廓勾勒出来 其实还是很美的 经常我们在这种 很多简单的拍摄 就会打光 基本是两盏灯 一个轮廓光 一个面光 我们在好兰屋的那种电影里 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光 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它就是两个人背后 斜背后各有一盏光 就是一个这个光 一个是 就像我背后有一盏光 就像现在这个太阳 一个是勾它的轮廓 另外一个这个光呢 打到我前面对面那个人的面光 这样它面光有一个大面 然后这个轮廓光呢 又把我的一个侧面描述出来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什么光呢 需要一个这样的光 就是和一个 就是我轮廓光和主体人物 和我的面光三个人 三点成为一条直线 这么一个布光方式 这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来 而且出来也效果蛮不错 所以我现在就准备 做这样一个布光 但是我家里没有什么灯啊 我就找了一个台灯来做这件事情 本来是要给小孩用的 但是一直没用上 所以我打算在这边补一盏光 就是我刚刚讲的说 后面是轮廓光 前面我要补一盏光 补一盏光 这光和光比和后面的不能太大 所以那我要再调一下 调一下这个 哎呦我要关了几条 大家现在看我的光比 其实差不多的 我脸还有我后面的轮廓光 哎呦现在外面的光有点变了 我要往前面一点才能救到轮廓光 然后但是呢 现在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呃 呃两两盏灯的这个色纹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因为外面是天光 但是我这个我这个家里这个台灯 这个这个灯呢 这个灯的应该是三千二或者是两千多的光 所以它很黄 我现在还要再调一下色纹 把把色纹取平衡 因为你要保证你的面部的色纹是正常的色纹 然后这个轮廓光啊什么其他装饰的光啊 它可以是不同颜色的 但是你面部的光 除非你有一个理由啊 比如说我旁边就有一个彩灯 它一闪一闪 它就是个红的灯或者什么 那你脸上有有不同颜色是有道理的 要不然你的脸上没有道理有不同的颜色 你必须得用用正常人们觉得认为人脸肤色的那个颜色 我现在要调一下这个色纹白平衡 平衡色温呢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加纸啦 有那种色纸 然后不同色号的那个色纸加上去 然后能够把你后面的和前面的平衡 然后再加上调整这个白平衡 然后你就会能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颜色 那现在这个白平衡呢 我相对调回来一点点 但是因为我要旧的我前面那个面光的这个白平衡 所以我这个后面的天光的就色纹就变高了 它就偏蓝了 这个就大家找一个平衡 这个就完全靠眼力 觉得你怎么样调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大家看现在我旁边的这个轮廓光 这种这个样子就是比较好的轮廓 因为有一个边亮边 但是你不能再转 再转的话 这里就人脸就显得有点猙獰了 比较可怕了 所以你有一个亮边 就是会觉得有一点不同的颜色 有蓝色没关系 但是看起来很很特别 没关系 蓝色OK 但是有一点欠缺的是什么 欠缺的是什么 这里没有光 头上没有光 我因为这是一个窗户嘛 如果我是再高一点 或者我们自己打光的话 觉得灯稍微高一点 你会看到这边的光 所以这里有一层亮边 然后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轮廓光 然后看到看到你的肩膀 这个如果是光再强度再大一点的话 会看到这种这种效果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 那我这边 你看我的脸脸是这样的 看到这里一条光 因为我现在在看这个屏幕 所以大家看我的眼睛有点奇怪 然后我的面光从这里来 但是现在这个面光有一点什么不好呢 这个面光有点还是有点太近了 因为我坐在这很难调这个 如果尽量我们实际用的时候 这个面光可以再远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面光 能够看出来是一个点发出来的 因为这里比较亮 如果再远一点呢 它就相对比较均匀 我的脸相对受光比较均匀 你看起来人脸比较自然 这是一个 所以我这里有轮廓光亮亮 然后我人脸冲着这里讲话 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基本 或者非常经典的一个构图 但这里有什么不足呢 就是这一边有一点东西 有一点觉得有点欠缺 需要真正采访的时候 这里可能要放一点东西 还是要做什么 因为感觉太空了 但是你也不能 我们刚刚讲一半 讲到说那个背景 就我这里窗帘的背景 就是你选背景的时候也一样 就是这个背景要有背景 你不能一面大白墙 人是很难看的 就是只有监狱才那样 对吧 你背景一定要有一定的背景 但是这个背景不能抢了你的人 比如说不能抢了你人的戏 就后面的背景 背景太过丰富了 人家都不要听这个人在讲什么了 人家都一直看那个背景 然后这个背景要相对比较大块的 或者规则的 或者比较 就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背景 它要有背景 但是不能抢了戏 或者这个背景呢 是一个和这个人的采访 和你采访主题有关系的 就是你想说 我是一个什么修钟表的 我后面可能是一堆的钟表 但是我也不要真切的 非常真切的看到那些钟表 能够看出钟表的那个意思来 你后面给他弄弄虚化 或者是有很多方法 或者是只是打一束光给他 那就有更多的讲究了 就是背景里的 还要再打背景的 背景光 背景的光 就是还要有多一盏灯 去打那个背景光 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很 怎么讲 很很传统的一个方式了 那现在有很多新的方式 大家在经常看最好的方式 就是看电影 看电影里他们经常人们坐下来 坐下来的时候 他们拍一些人们坐下来 不是采访 就是他们戏里面坐下来谈话聊天 那个时候选的一些 那些虽然我们看起来是个很 他随便路路边一座 或者一个咖啡馆一座 他都是经过选择的 那个整体很讲究的 所以看那个是非常非常 有很多新的方法出来 但是现在我看外面的这个光 又有点变了 有一点没有那么 没有刚才那么强了 现在又暗了一点 所以这个要经常调 如果当然你自己 如果是自己的灯的话 你是在固定的一个场所里面 你自己可以可控的灯的话 光线条件的话 就是相对比较稳定 但如果用自然光的话 就真的是有很多变化 你要随时的调整 打光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平常在家里都可以玩的 像我们之前我也有聊过 就说你只要有两盏台灯 你不一定要自己弄 你有两盏台灯前面放两个小人物 或者什么乐高 或者是甚至放一个土豆 什么只要他有各种凹凸 你知道脸在哪边 然后你就可以模仿 来调整这个光的角度 然后来模仿这个光线怎么变化 甚至包括一些背景的选择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玩法 而且我觉得这个要平常 一个是平常真正实际的练 另外一个要去拍 拍的时候 经验积累多了 你自然到了一个场地 你看那个光线 你就知道我什么样的光 我可以用 什么样的光 我要躲开它 这样有那个经验 能来控制这个光线了 今天我其实本来是想要聊一下 台湾的书店 因为他刚刚那个台湾乘频 24小时书店关掉了 我们不来聊那个 但是因为这个光线太暗了 我们就顺便来聊一下如何打光 那这个分享就先到这里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